佛教不是神教 佛教里头没有上帝 没有神 佛教里讲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无量究 无量究可不可能 可能 现在一般世界人不承认 不可能 这个宇宙之间 什么事情你都知道 这不可能的 大家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他迷得太深了 在佛华讲 他业障太重了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么多年来 学习尽教 懂得了 在理上 我们肯定了 但是 世上 没见到 那么换句话是 已断不了 我们有99%相信 还有一份坏意 我说没见到 那我要说一说明白了 你就见到了 你为什么没见到 释迦牟尼佛做到了 你想想 释迦牟尼佛 他19岁出家 他是王子 放弃了 王位的集成权 放弃了宫廷里面 荣华富贵的生活 他出家 他出家修道去了 去作为苦行僧 树下细修日中一世 就过这样的日子 这人头脑有没有问题 富贵生活 帝王都不要了 就当个乞丐 天下有这种人吗 他就有 他就表演 给我摸看 他 他 现的身份 用现在的话说 是知识分子 好修 拓文 19岁出家之后 就学习 印度在当时 这历史上有记载 是世界上宗教之苦 宗教很独 而且修行人都修得好 也是 这学之苦 古印度的这学 到那个地方 可以说是 登峰造极 他学了12年 真学 真用功 所有宗教学派 全都学完了 他就这么 不能解决问题 他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生老病死 他看到人有生老病死 他觉悟了 这苦 真苦 他就想 如何能够 把这个苦 解决了 让一切众生 得到真正路 这佛教教学 终极的目标 是让一切众生 离苦的路 这才教训目标 那苦 究竟苦 就是六道轮回 必须脱离六道轮回 才真正的苦 没有脱离六道轮回 你这一生战士脱的 来一生还苦啊 你怎么办 落 要得究竟落 永远没有苦了 那究竟落是哪里 究竟落佛告诉我们 极落是极 你到那个地方 得究竟落了 他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这是世间人 解决不了的 世间所有宗教 都解决不了的 他出来了 学了十二年 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放弃了 十九岁 出家 是放下烦恼账 三十岁 得学了十二年了 三十岁 不再学了 知道那个学 都是不究竟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能解决意识 不能解决永久 所以他放弃了 这个放弃 放下所致账 佛跟我讲 障碍有两大类 一个是烦恼 一个是所致 所致就是知识 这个东西也不行 出不了六大轮回 知识不能出六大轮回 放弃了 放弃了 这两种障碍都没有了 就容易了 就是这两种障碍 障碍了我们的自信 你没有办法明信解决 这两样障碍放下了 自信就陷进了 自信解决也就是主啊 所以古圣鲜鲜 教给我们 教学的理念 是隐门深处 常识选修 教学的方法 是读书千遍 奇异自见 着重自己 自己开悟 不是老师教的 自己开悟 所以古时候念书 老师不讲的 只教你念 读书你念 念干什么 念是修定 因为你念经读书了 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把你的妄想念掉 把你的杂念念掉 这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念书是一种手段 驱除妄想杂念的手段 它用意在此地 绝不是积问之修 那念读变数多了 都能背诵了 这是附带的 副作用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将它得定 佛经的朔语叫三昧 叫你得三昧 得定久了 不定什么时候 一下开悟就自见了 自见之后 开悟之后 学生讲给老师听 你看 你已经误了 明白了 你讲给老师听 老师给你印证 没错 你就毕业了 那你想 慧能大使 在中国 成就一个 摄迦牟尼佛一生 讲那么多句 没有一句讲错 没有一个字讲错 他本是从哪里 自见 给我们做证明 怎么自见呢 就是 阅门深入 读书千变 你就念下去 不要问意思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就有无量意 有意思 就一个意思 不会有第二个意思 佛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儒接受了 道也接受了 所以儒师到三家 都将求无垠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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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